加拿大媒体22号爆料 获悉 加方最近对乌克兰军队提供了新的军事援助 四门相对较新的M777型榴弹炮 以帮助乌方应对俄军从乌克兰东部地区发起的新一轮进攻 然而这宗新军援的细节爆出后 不少加拿大网友觉得又好奇又好笑 有人无奈抱怨说 乌克兰战争让加拿大人知道我们军事装备是有多弱 三名加拿大国防部匿名消息人士称 加拿大曾于阿富汗战争期间购买37门榴弹炮 此次要将其中的四门用于原屋 综合媒体报道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22号在一份新闻稿中承认了这一消息 但没有提供细节 只说一些M777榴弹炮是与我们的美国盟友一起运往乌克兰的 当天晚些时候 阿南德在接受CBC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 出于安全原因 我们对某些细节保密 我们只有37门榴弹炮 加拿大前自由党议员莱斯蒂说 这次援助大约是全部该型榴弹炮的10% 这将对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战备和训练水平 产生10%的连锁反应 这一消息很快引发加拿大网友讨论 有人对加方前后的反差感到尴尬 加拿大宣布将加快步伐 向乌克兰运速最先进的火炮 特鲁多在镜头前显得骄傲而坚定 现在我们听说我们送了四门 多尴尬 然后我们有点有点有关 加拿大装 但是我们看这个颜色 还可以改决 那更加不错 所以我们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感谢观看